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凭机用不清洁外冲合约条款30日 架空电缆故障 机场快线和东冲线列车服务受阻 下午1点钟后逐步恢复 大家好 我是麦斯文 太皇普密棚逝世 灵救下午由医院而送到大皇宫 太皇普密棚的灵救下午离开医院 而送到大皇宫的玉佛址 大批民众穿黑色衣沿途悼念 部分人一早去到路边等候 希望向太皇表达敬意 总理巴玉说 王柱娃集拉郎宫希望和国民一起悼念 将会在适当的时间才计为 深受国民爱戴和尊崇的太皇普密棚离世 泰国各地微慢哀伤 曼谷有大批民众穿黑色衣戴和香烛 到太皇围体所在的医院外悼念 部分人手持泰皇画像 也有人伤心痛哭 外界密切关注皇位继承问题 总理巴玉说 王柱娃集拉郎宫希望和国民一起悼念 将会等到适当时后才计位 其间会继续履行储君职责 根据泰国宪法 当皇位出缺时 内阁将会通报议会 由议会启动皇位继承程序 国民议会昨晚召开特别会议 全体默哀九分钟 但未有要求皇柱继位 现年64岁的娃集拉郎宫 是普密棚和皇后斯丽吉唯一的子 1972年获策封为皇柱 相比起爸爸 娃集拉郎宫在泰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一般 有评论担心 他的影响力将会远远不及普密棚 未能起稳定泰国政局的作用 泰国总理府发公告 指泰国进入国商期 政府机构同学校下半期致哀 全国停止节庆活动 为期30日 酒吧显得冷清 所有政府公务员着黑衣大校一年 电视台也暂停播放正常节目 改播由军方制作的悼念节目 持续30日 泰国普密棚近年受健康问题困扰 极少公开露面 上星期洗肾之后 肝酮功能出问题 要用仪器协助呼吸 泰国皇室公布泰国死讯 指普密棚星期四下午安详离世 中年88岁 无线连接记者 风一鸣报道 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 受泰国国皇普密棚的离世 表示深切哀悼 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赞扬 泰国身体力行推动中泰友好关系 强调中方重视同泰国的友谊 愿意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多国领袖对泰国势世表示哀悼 泰国皇室公布泰国普密棚驾崩消息之后 国际社会都表示哀悼 联合国举行大会之前 默哀悼念一分钟 秘书长潘基文赞扬普密棚 致力维护普世价值和人权 只在柬埔寨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皇后斯利吉发现电 并且说泰国身体力行推动中泰友好关系 令两国友谊取得成果 他强调中方重视同泰国的关系发展 愿意同泰国继续加强全面合作 祝福两国人民 总理李克强也说 普密棚对中泰开场和培育友好关系 发挥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发声明悼念 说普密棚是美国的紧密朋友 也是历来多任美国总统的重要伙伴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 俄罗斯会记得普密棚 多年来对泰国两国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的支持 住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泰国大使馆 就下半期致哀 无线电视记者戴浩英报道 勞工及科理国说